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很幸运 有没有有点优愁 有时很辛苦 很深切的体会 他在肺腹中 真是很惨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不同的老板有不同的 vision 有不同的 mission 有不同的 mission 有不同的 mission 有不同的 goal 有不同的意象的话 他叫你去左 另一个叫你去右 你去哪里? 同不同意? 所以圣经很有智慧 在钱和神中间 他不是叫你选一个放弃另一个 他叫你放轻一个 买重一个 放轻一个 并不是叫你放弃一个 如果我们买重神的话 就是人管钱 如果我们买重钱的话 就是钱管人 我们当然要人管钱 有没有人很喜欢管理自己的钱财 请你举手 没有? 医生要先搞任理财 不要害羞 一个人是不能侍奉两个主 这个逻辑其实在旧约都有 有没有人看过约书雅记 约书雅接触了摩西 一直带领以色列人 他经历了很多神的带领之后 最后在二十四章 约书雅这样说 跟以色列人这样说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天就可以选择所有侍奉的 是你们列了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 还是你们所住这地阿摩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 我们一起读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今天有很多礼物 首先这是我亲自设计的十字架 有人喜欢吗?请你举手 喜欢吗? 我投入生产之后 我便宜点买给你 不会的了 你自己拿去上网用 至于我 令我记起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选择谁为我的神呢? 在我们上班的时候 在我们家庭的时候 谁做阿头呢? 这群以色列人 即是在这个 context里面 这群以色列人 他们又试过敬拜别神 又试过经历真神 但后来 耶稣亚邀请祂做出一个抉择 不是说你不能生活 不是说你天天都要在圣殿那里敬拜 而是你依然可以生活 但是你要选择按一个原则来生活 就是神的教导 那就可以分别为圣 Amen? 同不同意? 今天 藉着今天我们这个主题 至于我们又怎么看呢? 我们都经历过这个世界 我们都明白 Money是很吸引的 我们都明白 Money也可以很邪恶的 要不然就没有剧集的 是吧? TVB没有东西拍的 是吧? 有很多思虑仇烦等着大家 所以我们今天要抉择 至于我如何? 一起读一次 至于我和我家都必定 侍奉耶和华 我们要侍奉一个神 这个神就是我们侍奉那位 三一真神 这个国是什么国? 天国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一起读一次 坚持 一个天国的原则不是美国 不是英国 是终极的国家 天国 不是财神 不是食神 而是三一的真神 而是三一的真神 不是老板 不是老板 是老伯 OK? 是我们的爹地 所以呢 坚持一个天国的原则 我们有三点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资金是什么? 财宝是什么? 第一点 我们一起读我们说 培养走资的决心 我们有这个决心的话 我们就可以学习什么? 天上的财技 我们就可以享受 今生的红利了 继续 我们讲到之前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上 感谢你 感谢你 给我们今生有红利 不是因为我们浅多或浅少 而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 都知道 你是从来没有撇下过我们为孤义 我们感谢赞美你 继续托着我们 让我们知道 在这个世间上 如何抉择 从而 活得更加奉承 感谢赞美 祷告奉主耶稣 基督名祈求 Amen 弟兄姊妹 要坚持一个天国的原则 我们就要一起读以下这个经文 第21节一起读 1 2 3 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 你的心也在那里 我们要探讨两个问题 第一 什么是财宝? 第二 你的心在哪里? 弟兄姊妹 想想 弟兄姊妹 你的心在哪里? 肺就在那里 是不是? 神就在那里 心就在那里 同意吗? 不知道我说什么 心就在那里 坚持一个天国的原则 今天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要把心交给神 行不行? 我们要把心交给谁 交给神 OK? 怎样交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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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经常看电视 有没有看电视 看韩剧 有没有? 最近 其实不单止是韩剧 知不知道这个手势 给心 OK? 给心给上帝 你试一下 1 2 3 真的 一定要给心给上帝 举高一手 好吗? 给心给上帝 OK? 你想不想知道 上帝看到你给心 他多么开心 想不想知道 OK? 现在这个心 你给你旁边左右 看看对方的样子 是怎样 1 2 3 来吧 哇 是否开心 正不正? 上帝看到你肯给心 他的时候 就像刚才 弟兄姊妹 给心 那时候 这么开心 弟兄姊妹 再次举高你的手 举高 不要害羞 你举高 你一生都记得 这个道理 OK? 接着 揉一下 不要停 揉一下 揉 继揉 是不是有点热力 接着你再给你旁边左右 是吗? 是吗? 开始不同了 是吗? 好像有些阴谋 是吗? 又好像 笑骑骑放毒蛇 是吗? 即是你见到神 你祈祷的时候 你这样的时候 神就 又是这样 即是好像 許顾民本恩伯娘 上身 你明白 是吗? 给你多一点 cash 是吗? 神就告诉你 喂 我在夏文那里已经告诉你 你不要忧虑了 因为你比猴子更加宝贵 你所需我已经知道了 神不想我们这样 我们不要给钱 来搓散我们的心 行不行? 我们不要给钱 来搓散我们的心 OK? 我们人生里面 经常因为这个世界的现实 搓散我们的心 同不同意? OK? 同不同意? 最近有些白色恐怖 知不知道什么恐怖? Lay off 不要让他搓散 或者最近 大家 或者有些人 生活上很大压力 不要让这些东西搓散 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 当你的心 放在上帝里面的时候 放在天国的价值观的时候 你就能够活得更加丰盛 OK? 神呢 要我们的心 放在那里 不是要我们 我给了钱 不是这样 神有大把钱 我跟你说 神原本设计我们的目的 是要跟我们一同荣耀 Amen? 只不过是 人犯罪 规决了上帝的荣耀之下 我们就离开了神 我们不是在祂荣耀当中 在恩典底下 我们再次 能够 拿我们的心出来 一个全人 身心灵 心肝脾沸 肺腑的心处 重新再把我们自己交给神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我们就是什么? 我们就是那个财宝 弟兄姊妹 原来那个财宝 是我们自己 跟你旁边说 那个财宝是我们自己 是不是很尴尬? 照说 你记得了 那个财宝是哪个? 是我们自己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有没有 擦散了我们的心 OK? 有没有擦散了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 交给天父上帝的话 我们就是他财宝 那你知道资金是哪个? 资金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 我们要培养什么? 一二三 培养走资的决心 我们要放眼永恒的天国 不要把我们的身心灵 放在地上 太兄姊妹 请你记得 我们不要给资金管制 OK? 我听很多KOL 说财政东西 那些东西 我知道祖国里面 有很多很有钱的人 他是不想给资金管制 所以他很想把人民币 转做什么? 美金 OK? 所以他有很多方法是合法的 有些地下钱庄 我不知道那些操作 但是有些人听说很创造的 他就在香港买人寿保险 买很大 然后就出去了 资金 那就可以把人民币转做 迷兼 OK? 那他就可以做更加大的事 做更加大的投资 同不同意? 基督徒呢 我们都不要给资金管制 因为真正的财宝 不是这个 不是美金 真正的财宝是谁? 是自己 OK? 真正的财宝是自己 OK? 你放在心上天国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原来我就是那个财宝 不是地上的财宝 原来只要心在天国上告 真正的财宝是自己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读 以下二十二节 整个二十二十三节 读完好吗? 一二三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眼睛弱了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弱分化 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弱 黑暗了 那黑暗是何等大 为什么眼睛是身上的灯 你的心想什么 你眼就看去哪 是不是? 如果你的心想些什么 如果你把天国的价值 放在心里面 那些principle放在心里面 你的身体做的事 就合神心意了 你的身心灵做的事 就合神心意 你就发光 你就成为见证 有没有人有鑽石戒指的? 请你举手 不好意思 我小时候的经历 鑽石戒指是什么时候戴的呢? 去饮戴的 所以去饮很多人都这样的 撥头发的 是不是? 为什么要撥头发呢? 我的伴侣经常都撥头发 因为它闪了 是不是? 闪了 你要有光照到鑽石戒指 他才反光 你才看到 是不是? 基督徒是一样的 你是一个宝石 不是你自己会发光 而是因为上帝的principle 照耀了你的心 你做事出来 你就发光了 Amen?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 发光纳纳令的宝物 你就是那个财宝 如果你知道 你就是神设计的财宝 你就知道 无论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无论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你病也好 你年老也好 你走不了也好 你无手无脚也好 如果你是神的儿女 你是基督徒的话 你就能够发光 就算你死了也好 Amen? 行不行? 因为神设计我们出来 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 只是享福 而是在任何环境下 都可以去见证我们的天父上帝 所以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出散的心 千万不要只是向世界出发 我们要向天国出发 其实圣经都说得很清楚 杀在荆棘里面的种子 并非没有根 有根的 只不过是有根之后 他生长的时候 被荆棘擠住了 就结不到好果子出来 因为被这种东西 磋散了心 弟兄姊妹 天父上帝 给我们有新心灵 这个就是 天父给我们最大的资产 你记不记得 夏文他怎么说 你给非鸟麻雀 是不是贵重得多 记不过创世纪 是做完动物之后 才做人 做完动物之后 他说好 做完人之后 是高峰 就是甚好 所以如果 鸟仔也是宝贵 人就更加宝贵 宝贵的意思就是 你就是财宝 所以我们 就是天父的资产 简称 负资产 我们不要把负的资产 变成负资产 由天父的负 转到正负的负 我们都是正资产 在世界里面 我们知道的 其实我们都明白的 说真的 看这么多剧集 每次那些坏人 都不要下场 但是为什么我们 有时都被 这个磋散了我们的心 是因为我们 很多思虑仇苦 我们就向这个世界 妥协 为钱就创失 人情味 人性 爱情 又或者 创失了很多 伦理道德观 窮得只 乘下钱 有没有人看过 最近的蔡天府案 请你举手 畜生 是不是 都不如 他是人 但是为什么他做得出的呢 为什么那个老公 可以和那个老公的爹地 一起 杀了他老婆 然后将他煲汤的呢 看完之后 这个什么人 畜生 但是因为 钱 钱 太吸引 令到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在看着 那些评论员说 说话的时候 就想 是否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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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我们 有钱 是很吸引 但是是否值得 因为钱 出生我们的心 我们 有时 未必会回到教会 有时 我们 或者和家人吵架 出生我们的心 我们 做很多错事 值不值得 难道钱 真的那么吸引 钱 是不是那么吸引 弟兄姊妹 这里有100元 吸不吸引 吸不吸引 不吸引 好声 OK 老实说 都吸引 你想想 Eddie 100元 200元 就吸引 一些 因为 你钱 可以买很多东西 100元 好像最近 有个新茶餐厅 可以去吃一餐 200元 又可以供车 一搭钱 你可以买房 买车 买很多尊严 去购买 那些人可以去鞠躬 是不是很棒 知道为什么钱 这么吸引 因为钱 是最接近 神的权柄和荣耀 同不容易 你记不记得 创世记 神用话语来创造 之后 就创造了一切 你记不记得 神其实授权 给阿当 去practice 这种权能 记不记得 就是叫他改名 你叫做 cat 猫猫 你叫狗狗 你叫海豚 你叫熊猫 这个就是 去到这个training的模式 他practice 这个权柄 去怎么运用 谁改名 就谁大了 圣经的逻辑 我们的逻辑也是 谁改名 就谁大了 所以小孩一出生就会哭 尤其是我 因为我一出生 我听见 我爸爸和我姑娘说 叫他做羊羊羊 就是羊羊羊 我说 不肯 那就哭 你明白吗 我哭也不能哭 因为权柄在哪里 在我爸爸那里 他说是就是 我想我改名 但我来到美国又说英文 所以你不要叫我中文名 你叫我英文名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权柄 人很喜欢这种权柄 钱最接近 弟兄姊妹你要记得 钱 钱 是一个道具 今天我们用钱忠不忠心 能否反映到神的principle 其实是一种training 行不行 行 我们training到的话 我们用神的逻辑来管理我们的钱财 管理我们的人生的话 我们就可以为他做更加大的事 Amen 行不行 给Amen 如果你同意的话 Amen 大声点 OK 我问你 你选Cash 还是 天国的财富 即是自己 你选吧 自己 还是钱 自己 再大声点 哇 你很大声啊 Robert 你上来 我送给你 上来 真的 真的上来 有没有人帮我们拍照 要拍照 是 给他一点掌声 好吗 因为呢 他是真心这样 是说自己的 OK 等等 你可以 怎么用都可以 但我们拍照 打开 是你的样子来的 这么大张一定是 不要打我傻 这个是我的财宝 你可以出去那里捐献 拍照 OK Thank you 你又要 你又要 我 我 我 这么贵的 你给他 给他 给他一点掌声 你可以 在奉献箱里 放下来 OK 我就想你记得 真正的财宝是 自己 OK 可以做到更大的事 就是因为我们把心 放在天国那里 我们就可以回应呼召了 Amen 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 令我经常记得 他就是说 《光临多》后书第六章 他说 《似乎优》 却是常常的快乐 似是贫穷 却是很多人的腐足 似乎一无所有 却是 每一样都有 神知道我们需要些什么 OK 我想说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 我自己神学的呼召 第二件事 我先讲第二件事 我上网经常听那些人 preaching 有个Nake 是英语牧师 他不是断手断脚 没有手脚的 他说一句很入我心 他说我是disable OK 但当你肯高的时候 God is able 行不行 我们肯高呢 我们肯定走出神的旨意 我其实走到今天 我也是常常犯错的 OK 你不要以为我不犯错 我常常犯错 但我想分享一个 我没有犯错的一个见证 就是我进入神学院的见证 好吗 告诉大家 我进入神学院的时候 经过很多的测试 就说 你是了 就进入神学院 去apply 接着就收了我 就是流汗 是不是收的 就是收了我 收了我之后 我和我太太都要经历一个痛楚 就是要加学费 OK 因为学费很不便宜的 OK 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津贴 要加学费 然后要上班 这样 其实头都爆的 OK 你看我现在多了很多白头发 其实OK 在那个时候 我一个朋友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 Anders 听说你去读神学 喂 你交学费 我当然要交学费 不用交 他说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 就是高科技工业 他说 喂 你以前读programming的 我现在是hiring manager OK 我们负责一个project OK 两万多元一个月 你做一两年之后 你存些钱 你才再读 在当时 我的callling 坚定不移 就告诉他 我说 我不会做的 OK 我说我会照读 我不做了 接着他说 你是不是傻了 有些钱不好吗 我说不用 我说 就是这句 上帝会供应 他叫我读的时候 是不是 接着他 我老婆就跟我说 Good Job OK 长话短说 一直读的时候 都有很多challenging moment 但是神真的有及时的供应 令我经历了很多神的同在 OK 不只是我 大家都可以 我也不是说 呼召一定是全职侍奉 你们的上班 你们的工作 你们的角色 都是一种呼召 我们只要把我心给神 神就显现在我们当中 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在半年之后 这个朋友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 哇 幸好你没有来 我也被人离开了 哇 那时候 我不知挺开心 嘿嘿 但我没有展示出来 哎呀 真是 不好意思 其实我挺开心 哇 神奖励我 就是说 你幸好没有去 其实每一关 其实我们都是要过的 因为每一关 都有很多思虑受苦 押着我们 弟兄姊妹 你人生里面是什么角色 或者你是爸爸 妈妈 或者你上班 或者是老板 无论如何 其实每一刻 神都在测试我们的中心程度 看看我们有没有 磋散了心 弟兄姊妹 我们有没有磋散了心 谁是宝物 自己 OK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就有资格去第二点了 第二点 我们一起读 1 2 3 学习天上的财技 我们投资 当然有些财技 否则就没有赔理财 是吧 即是我们要学的 OK 但是呢 天上的财技 不是要你捐身价 我们不是等价交易 和神没那么便宜 神如果要钱的话 一个人就已经够了 OK 不需要我们这么多人的 神不是等价交换 我们也不是邪教 我看很多邪教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 有个人终于上到天堂了 天使在门口守着的时候 说 慢着 你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他说 哎呀我捐钱捐得很辛苦 金钱很辛苦才能买到 还有很多 可不可以移上来 才进去天堂 他说 你去吧 然后他很辛苦 搬到天堂的门口的时候 进去的时候 他就发觉 全部都是黄金 哎呀我真的愚蠢了 搬得这么辛苦 这样 接着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捐钱给他 我们不是这样 OK 钱是你的 你是钱的管家 神给钱给你 是等你去管钱 我们不是邪教 第一 第二 也都不是赚多少的问题 就是不是说 你给个心给天国 给神的话 你就多些钱 OK 你多钱 少钱 你贫穷与富足的时候 你都是神的自保 OK 如果你觉得你把心 放在天国的时候 你就会有钱的话 那些叫成功神学 这些不是正统的教学 OK 所以 我们要学习 如何去做一个光明的管家 不要出散的我们的心 OK 钱 请大家记住 有出有入 有先有后 有根有句 OK 为什么有出有入 上下文有说 上文你记不记得 他说 当你捐钱的时候 要甘心乐意 是吧 下文说 你不要忧愁 是吧 神会供应给你的 你收取的时候 要心安利得 其实在旧约都有说 我们一起看诗篇 十五篇那里 第五节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他不放债取利 不受贵路以害无辜 行这事的人必永不动摇 我们放债出去 给出去的时候 不是有自私的心态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公平公正 我们不可以信私枉法 这个就是天国的逻辑 我们有天国的逻辑 我们是跟神走 神和我们老爸爸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认识 我们懂得说 yes 还是no 我以前有上司 他跟我说 Hey Anders say no is the powerful word in this world 如果你懂得say no 你就powerful 当然不是每次say no 但你懂得选择的时候 你就自由 你懂得say no 你就powerful 有很多时候 譬如我们出去上班 我们如果可以 吞一步 海赴天空 把原则摆下 你或者赚多很多钱 如果你有原则的时候 或者你赚少了钱 但是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根据天国的逻辑 来管理我们的钱财 出入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无忧虑了 对不对 我们就没有那个压力了 我们追求神的国和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经历到 上帝会加给我们 我上个星期 遇到一位弟兄 他就跟我说 他以前在中国里面做官 然后我就 哇 那你不是很有钱 然后他说 唯独是我一个 是没有收取利益的 我一元都没有收过 所以我现在不是很有钱 但我看到 哇 他发光了 你知道吗 他很喜乐 他很有属灵的果子 这个就是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 神是知道我们需要些什么 而供给我们 你们信不信 信的就是给我们一个Amen 可以吗 Amen 你不会饿死的 真的不会的 我也未饿死 我们又想分享另外一个见证 有没有人知道我最近持了一辆Tesla 所以你举手 知道的话 是吧 说一声给你听 我不是很有钱 就是我呢 就想讲讲这个故事 来motivate大家 因为这个真是经历了神的供应 OK 就是话说 在Covid之前 那我个小乐队都已经10万米了 OK 又旧了 那是男士的你 你也想换车 同意吧 是吧 是男士喜欢车的 所以你举手 是吧 你常常都想换车的 老婆不给 是吧 都是这样吧 我都问我老婆 她说 你如果能计算到数据 你省得到的 那你便换 我便换 上去搜索之后 那些车贵了这么多 我以前我打开电车 以前我给了一百多元一个月 现在四百多元 我怎么省回来 还要高一点的 drive off 那又没得谈 那又hold day off 老婆赢了 不要买 但有一天 在Tracy 一个天暗气清日子的时候 我听到一声 然后我的车车被人撞到 滔滔了 哇 正啊 看到那个时候 真是 今次还不死 是吧 跟这个保险交涉 喂 给了12000元给我 买什么 买Porkat 什么都买不到 上网搜索 最便宜的那架 都要三万元 还要加mark up 真是值得它 OK 然后我便 豈有此理 我便不买 老婆 我们拿一辆车 她很厉害的 一个星期之后 受不了了 因为她又有 ministry 我又有 ministry 喂 怎么办 我女儿不是整天在 我等到夜晚 她又等到夜晚 就在那个时候 我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接着一个使者 就出现了 神派的使者 出现了 我已经问了他的permission 可以说他的名字了 昨天还没说 还没问他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师兄 Terence 大师兄 我给他一些掌声 他呢 我其实 问了他几次 好吧 说吧 因为我不想你觉得我那么厉害 我什么都不懂 就是他呢 喂喂 你要做 ministry 大概是这样 不如你考虑买一辆tesla 哇 我立刻很扎蓝的心态 这些机会不是我的 他说不是啊 如果你买一辆二手的tesla 你知不知道 2015年之前 有一批车 它是免费入电的 就是lifetime的supercharge 哇 有这样的东西吗 他说是啊 如果你刚好又找到一辆 那个年份的车 又刚好他又有那个package 又刚好是便宜的话 那你就收到便宜的东西 然后我也是那个心态 这些这样的机会 不是属于我 是不是 他又传了很多 一条link给我 那么长话短说 有一个被人撞过的 三万三 但是看上去 一开始就觉得 撞过好像不算 算底了 好吧 试一下吧 一按就觉得我卖了 那就是没有 那这个机会真的不是我的 后来他又传了一条link给我 就是这条 OK 哇 是不是真的啊 喂 Tesla 我那时候都不知道 Model S是什么 我以为最低级的 7,900米 原来7,018米 他写错了 太随便了 卖家 26,600 我心想是否是假的 这件事 是不是 没什么可能 是不是 接着呢 我心就引导我了 你先看看吧 不买都可以上网看看 是吧 OK 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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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吗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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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哇 真的OK 是不是 接着我心就跟我说 你需要坐进去看看呢 我本着 我不买都来看看 那心态 就约了出来 大师兄又陪我一起去 他就真的到处 照着车 真的没有东西 我之前呢 我还做research 看看卖家是什么人 OK 他又是 BioTech 是Product Manager 很成功 出道的样子又一样 駕车又一样 查过一些东西 又没有撞 里面的电子还是挺健康的 然后看到 咦 什么都好 大师兄就跟我说 OK 我忘记了 词词 我说 那怎样 大师兄很浪 他说 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 我说 你这样也可以 接着 他说 好 我说 蛤 是不是真的 我多便宜五百给你 大师兄说 齐头 两万六 接着他说 好 我说 那真的要买了 好 那我继续一下 那真的 大师兄 9秒9 又加速 又帮我搞银行 大哥 不在 你不在 我肯定买不到这辆车 OK 总之 搞定了 搞定了之后 我回到家 安静回来的时候 我心里忧虑 知不知道忧虑些什么 我一直都没有跟你们说 这件事 是因为 我想入一个月店 看看是否真的不用钱 那我入了两个多月 都不用钱 真的 我又忧虑 忧虑些什么 因为 迟迟的 旅程都没寄过来 我想想 会不会之前 那个人 没有给牌费 对啊 现在一给就要我给三千多元 那一只 打电话 打了四五次 去那个AutoTrader.com 他都说 你等一会 不要那么急 我害怕 现在真的收到一个 计划 OK 是时候告诉你 我外父见到我的车 哇 这么漂亮的 多少钱 有什么可能 为什么他会这样给你 我说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说 买家说 为什么你要买这辆车 我说 我没有钱 我看到不用钱入电 我才买 他说 你做什么 我做Pastor 他说 那我买给你 就是这样 我那个外父就 或者你这些天主教的东西 就是这样 神帮你 我是基督教的 OK 就是这样 神在这件事告诉我 他知道我需要什么 他知道我需要一辆车 他知道我 觉得那些东西太贵 走来走去太贵 他不单止知道我需要一辆车 他还知道我需要一个中保 你明白吗 OK 没有这个中保 我就拿不到这辆车 那神又真是用的 有这辆车之后 我又出山法事探人 又去神戴塔探人 我又去屋伦探人 不停地走 哇 我每次探人 我每次坐在一辆车里 神在用我 我觉得自己反光 OK 每一次探人 走去充电的时候 不单止在充电我的车 还在充电我熟灵的生命 OK 真是真正 这个就是发光 我们全部都是 日线 一线 小星星 一火 什么 一火亮 静静 我们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第一节目 我要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让世界 让我们变质 我们千万不要 擦散我们的心 OK 因为我们忠保 是耶稣基督 我们已经得熟的身体 我们身心灵交给上帝 天父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是无价保 OK 但是知道 没有用的 How 怎样才可以 将心交给上帝 帝兄姐妹请你记得 我们要做一个作风 優良 能看圣经的基督徒 行不行 我们要学习如何看圣经 还有我们要学习 圣经里面的principle 参加多些茶经班 我们有DNA 我们有很多小组 如果你未入小组 入小组 如果你读圣经 你觉得有什么不明的 问教目 我们这样去学习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做到一个 感作感为的基督徒 去回应呼召 寸步不让 如果我们真的信神的话 豁出去 帝兄姐妹 人生苦短 你都看化 是吧 好像所罗门一样 什么都是这样的 是吧 但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面 我们怎样可以 活出天国的价值呢 我们就要靠 圣经里面的话语 神的启迪 我们要记得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世界 令到我们的心 出散了 因为呢 只要我们 将那心 交给我们的天父上帝 他真是交给你的 OK 那就来到我们第三点了 我们要一起享受 今生的 红利 一起读多一次 享受今生的 红利 我们要将我们的身 心灵 全人 交给我们的天父上帝 就是我找了诗篇十六篇来作 今天的结束 OK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诗篇十六篇 先读一至四 一二三 神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 投靠你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轮到世上的圣文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以别臣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仇虎必加真 他们所销电的血 我不献上我的嘴唇 也不提别臣的名号 寸步不让 否则仇虎必加真 我们的好处 不在神以外 我们继续下去 一二三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性量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佳尾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这个大概说 以前的人拿着地牢籤 然后神 其实掌握你的命运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弟兄姊妹你记得 你拥有的东西 神一早已经 戒定了给你 你想要多的 不行 你想要少的 都不行 但是你无论多或少 神戒定了给你 你用那些道具 钱 就可以测试到 我们是否又良善 又忠心的管家 我们继续下去 一二三 我必清重那 指教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肠在夜间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那边不自动摇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身心灵都在齐 我们的心 掌握了我们的rational thinking 我们的逻辑思维 我们看圣经之后 我们如何去理解 principle 我们做出来的时候 以至我们的灵快乐 身是怎样 如何安然居住 然后我看一看圣文 原来心肠是神的意思 是真的 原来心肠是心臟的意思 原来灵是肝臟的意思 在无限发挥 原来以前的以色列人 把心 刚才我说了 decision making rational thinking 原来肌肉 神是肺腑的意思 是一个很深的emotion hidden desire 在你里面的肺腑 掌握了你的emotion feeling 和 desire 原来肌肉 代表荣耀 以色列人是这样想过 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 在里面 它掌握了你的脾气 你的energy 他说的是一个 intense的emotion 在你里面 我在想 是呀 如果我跟着神的principle 做事的时候 我就能睡得着 我晚上因为腎上腺素 没有飙升 是不是 我又不发脾气 我就健康一些 弟兄姊妹 这个是无限发挥的 但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今天病了 OK 重新把我心放在天国那里 神可以安慰你 OK 如果你今天有仇烦的时候 OK 神可以令你睡得着 因为你相信 天父上帝 保守你 知道你的需要 如果你有什么 看不开的时候 都化了 有人得罪你 欠你钱 不肯还 还要打你一巴掌的时候 交给上帝 以前的事就算了 好吗 我们今天一起向前走 因为我们把心交给上帝 我们今生只是暂时 我们还有个永恆等着我们 因为今生是永恆的 开辞帝 我请你记得 我们整班都是财宝 OK 在天国里面的属灵 这个事会的illustration 我们就是这些美金 OK 今天我带了九张美金出来 给大家看看 OK 如果你看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你的样子的时候 请你走出来 OK 走出来 我已经打了眼色 OK 弟兄姊妹 刚才你见到一幕 是当我们死了之后 我们上去见到耶稣的时候 刚才你感觉到那个欢乐 那个喜乐 虽然这张美金是假的 是吧 但你考虑一下 你想想 神当见到你的时候 你在一个又良善又忠心扑人的时候 你几开心 把假的东西都这么开心 真的 你说怎么办呢 明白我的意思吗 弟兄姊妹 结束之前 只是两句经文 十六篇那里 有一些很大的启示给我们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扭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弟兄姊妹 见不见到灵魂 见不见到圣者 这是我们耶稣基督 我和我的车的宗宝就是大师兄 我们和救恩的宗宝就是耶稣基督 行不行 如果你未相信耶稣基督 你有饥喝无意的心 你不要等了 你都化了 等什么 豁出去吧 你的价值 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导致给你的 你的价值 你必须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 你才可以身心灵 成为一个真正的全人 才可以明光照耀 因为你才可以做回天父眼中的宝贝 行不行 所以如果你不明白救恩的话 你可以留下 问我们 我们解释给你 考虑一下 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你要救主 好吗 这是第一个呼召 第二个呼召就是 但是如果神叫你 如果神叫你作为父母的 上班的 活出祂的principle 我们将我们的身心灵 全人交给神的时候 就可以较到以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稣基督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你的神 弟兄姊妹一起祈祷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你 今天提醒我们 不要搓散我们的心 主啊 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好 主啊 你竟然说我们是你的保密的时候 主啊 我们真是深感不配 感谢你的救恩 感谢你派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令到我们充充足足有恩典有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成为自保 作这个世界的炎同光 作为光明照耀这个黑暗的社区的时候 主啊 你就会说我们是一个 Good job Well done的基督徒 主啊 我们这一生还未完的时候 请继续使用我们 令到我们呢 可以时时刻刻 领受到你给我们的供应和福乐 我们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等一下 等一支 好 好